就是约会通知咱的 对 他通知咱是阳性 然后呢他就人家拍的车就上人家进去 如果你要运气了 他得捆上你 这些咱来的都是去过那种 新发地 都是去过新发地的 对对对 6月14号下午40时许 记者在北京市轩无体育场看到 附近部分公路已实行交通管制 不少曾在近日前往新发地的北京居民 来到现场进行核酸检测 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正在引导到场民众 以社区为单位集合 白云罐呢 白云罐是在这边吗 白云罐是吗 来这边 都在这边吗 在那 那儿集的合 记者现场获悉 社区会给需要核酸检测的居民 提供一个编号 居民根据独有的编号 有序排队入场 还有一个号 就告诉你 你只要记得住 你就可以不写 我们这因为师父大了 怕记不住 所以我们就每人给他写上了 号对着身份证呢 二号标起药 定例 定例 体育场中 居民由社区工作人员带领 排队等待核酸检测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所有近日曾前往新发地的居民 都必须严格执行 居家隔离14天的防疫要求 在那个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之前 肯定是居家隔离的 对 核酸结果出来之后 不管您是什么行 您也需要在家居家隔离14天之后才能出来 先咱们先把核酸检测做完 因为在出结果之前 大家肯定寸步不能离开家 请问一下这个结果 大概什么时候能出啊 不知道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您测完了 测完了 挺快是不是还 快 他就是说你弄一下 就是你张开嘴以后 他把那个棉签 长柜棉签 在你那个烟部给你沾点东西 沾完以后就放到那管里就行了 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当天发布的消息称 6月14号零时至7时 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 病例发病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 据悉 北京市近几日确诊病例累计已有51例